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巨星的灰盲目 想遇英雄超級 可以看到我用的是死亡隊 搭配一個奧丁死亡的一個更新隊 我現在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這邊力道拿捏要很剛好喔 可能不小心就會反彈到死掉了 我靠 好痛啊 好痛喔 太可怕的血量了 這隻算是比較棘手的 因為他血量多然後又會反彈 比較難搞就這隻吧 其他應該還OK 哎呀 啊 這個血量會不會太刺激了一點 好我這等著CD5等了我可 等到我心臟都快跳出來了 好這一隊主要就CD要到啦 CD沒有到哪一關都是危險的 好 CD只要到的話基本上應該 都沒有問題 呦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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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寫到過一半就不會GG了 所以基本上偶爾轉一下心沒關係 我們轉那個CT比較短的 哇 少一COM 其實我會用這隊主要原因是尾王 尾王兩秒轉出 我們就靠這個 史萊姆王的技能 直接來轉會比較方便 進去下一關之前最好是都先把血弄滿 去南葡萄王 來吧 來吧 好 這樣進場就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還是怕那個反傷 怕反傷 這邊的話這兩隻打 1938乘2 所以我們轉一下一隻鴨子 鴨子就像剛才那樣很方便 它會跳起來一下 跳起來就等於我剛剛賺到的意思就對了 這隻比較難搞 保險旗艦的話 轉這個雙子 剩一隻的話我們這樣打 比較不用怕會彈死 好 有點不太知道在轉什麼 不過不知道在轉什麼 還可以通關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自己在轉什麼 通關就不是什麼大問題 有 我有點在分心 因為 錄的比較晚了一點 這兩回合就要補滿 不是 補到一半以上 這個要蘇一下 這個要蘇一下 防偽王搞不好還比較好打一點 好 鴨子CD3偶爾可以轉一下 好 不然放誰是浪費 好 沒有3D轉型啊 所以不太擔心斷性的問題 好 尤其鴨子CD短 隨時可以補充 好像這時候我都是開鴨子 好 基本上兩串的話就差不多了 好 這時候沒有鴨子 沒關係 我們靠自己轉就好了 好 然後再轉一次鴨子 然後再轉一次鴨子 好 然後再轉一次鴨子 我爭取一下CD數 因為我先轉的話 比較保險 現在CD就會變跳了 我還有留一點書 那個是故意留的 留一留 結果天降弄掉了 我爭取開一下 我是沒把握啦 不然基本上可以不用開啦 每一句去比較難搞 好 兩秒轉珠喔 這稍微要注意一下 他來不及了 這是我的手術的問題 現在我是先做一個綠珠的動作 壓血 開箭 這個 這個 珠子蠻雜的 我們就不做疊珠了 哇 這邊有 有Lost掉 沒有注意到 很可惜沒有GG掉 不過沒關係 哇 三回合的時間 很足夠我們使用啊 因為每三回合我的 壓制就可以跳起來一次了 所以基本上打這隻現在是 屬於一個無壓力的狀態 哇 兩COMBO 非常好 所以趁現在要開一下 哇 有點遠欸 哇 有點遠欸 喔 危險 太有自信了不行 好 強化心可以補比較多啦 所以我現在可能用強化心 自己補一下血吧 反正我鴨子三回合又會再跳了 主要是靠鴨子維持一個平衡 欸 轉錯了 好像現在心出夠多我就不轉了 好 三回合又會再跳了 喔 三回合的這個 緩衝我們還算蠻夠用的 喔 Lag 無所謂啊 好 可以看到我轉的還算蠻俯 隨便的這樣 喔 欸 剛做失敗的一個疊主 沒關係 喔 沒有 轉星蟲 喔 這樣 來講 基本上是主要在 通關過程當中啊 反傷那個比較危險而已 其他來講 打起來只要 CD3 CD5有起來的話 有轉星的話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好 以上是這個 巨星的會盲目 想遇英雄的分享 謝謝大家觀賞 掰掰